我那时候不是今天跟我听的 我随口答应的 你怎么能当真啊 废话 我答应当真了 人我都给你找好了 明天 三个人 两个呢 是我认识的 还有一个 是我上的三星网站帮你找的 三个 一天见三个 还有一个你从真爱网上给我找的 你怎么不给我办个招聘会呢你 你以为呢 这就是招聘会啊 你赶紧给我打扮好了 你看啊 第一个呢 十点就见 第二个吃午饭的时候见 下午呢你回来补个觉 第三个是晚上八点 瑞贝卡 我这个人呢 身子比较弱 我招架不住这种车轮战 你就别逼我相亲了 我妈都没对我下这种毒手 你妈就是太你爱你了 你看看你自己 你看看这房间 一进来就是一股孤寡老人的气息 感情受挫了 你就可以让自己精神出家吗 你妈就是没看见你这样 看见了一定第一时间变成我的战友的 我在发展事业呢 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少拿事业当挡箭牌 你就不能两手都抓 两手都硬吗 你别在我屋子里面吵了 还有正经事要办 少女 你真的决定了 这种事可不能后悔的 可是你说你 放着好好的总经理助理不干 非要跑到小公司去做销售 这女孩做销售吧 就跟男的做保姆似的 听起来总归不大体面的 再说了 你还没找到一个小公司 愿意接受你做销售啊 这个人呢 就得自觉后路 不然就会存在侥幸心理 我得让自己先置之死地 才能后生 能够吗 混口饭吃呀 混到又死要活的 以前咱俩一块做前台的时候 销售部琳琳她们那些 女销售的段子 你听得还不够多呀 你呀 就是受了陈川的刺激 可是按理说吧 你说了他的刺激 应该开始听我建议才对啊 赶紧给自己找个 有家的老公给嫁了 这才人间正道啊 可你怎么就欺名投案了呢 刚才又提了陈川一次吧 老规矩饭你请 您今天去相亲就是了 但是你偷个半年都去哪儿 有点烦我 也许是因为夜深了 也许是因为乔丽 与那片繁华之间相距太远 总之 这一刻的上海 看起来格外地友善 谦和 温情默默 看着这夜色 乔丽在心里轻声说 我可以的 我可以留在这里的 我会留在这儿 我可以留在这里的 威貝卡 我要做銷售 是因為我要賺錢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 以不犯法不虧心為前提 用盡全力掙錢 哪怕榨乾我自己 我要改變我的生活 我要讓這個城市承諾我 從明天起 大家可以笑我拜金 可以說我物質 但是我要演一個 我自己想演的自己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殊徒同歸嗎 我懂的 我懂得再講 好嗎 我懂得再講 我懂得再講